美国福布斯杂志本周公布2012权力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位列权力榜第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首次上榜排第13位 外媒报道称中共新的领导集体上任虽不满一个月 但是已经展现出相当的政治魄力和影响力 福布斯杂志从全球大约71亿人口中选出71位最有权势的人 可以说是一里挑一 评判标准有四条 第一候选人要对很多人有影响力 其次要评判候选人所能控制的财政资源 对于政府首脑来说就是他们国家的GDP 第三候选人需要在多个领域拥有权利 最后候选人还要会积极运用权利 经过多方面评判 福布斯杂志最终评选出美国总统奥巴马蝉联今年世界最有权力人物 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上个月15号兼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 位列第九 而首次入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排名第13位 这次评选恰逢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一时 港台媒体相当关注中国领导人在榜上排位的消息 我们上非常自然吧 因为这个中国的分量在哪 军班自然现在看来还是挺有气魄的 这个这个亮相给人感觉很清新 很实在 而且很自信 那个自信到后面应该就是有某种权力感的后面 那个 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 他的这个排位啊 还主要是由国家力量决定的 那么中国力量呢 那个很明显就是是往上走的嘛 香港商报今天刊发视频文章认为 习近平李克强位列福布斯权力排行榜前列 一是因为中国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和迅速提升的国际地位 二是因为习近平李克强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 文章说 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共同之处是长期扎根中国社会的基层 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深谙老百姓的疾苦 并且有长期担任地方领导工作的经历 经过长期的基层和地方磨砺 不仅形成了他们深邃的思想和判断能力 而且铸就了他们优国优民的优秀品质 日本新华侨报文章则认为 中共新一任领导人都有改革的实际业绩 也都受惠于改革 习近平前不久重提改革初创时期 在深圳喊出的空谈物国实干兴邦的口号 李克强也质力有声地提出 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台湾联合报文章认为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 18大完成权力交接 习礼二人的表态 让世界更加清晰地意识到 中共领导层的政治清醒与价值观倒下 实际上习近平对改革开放的窗口 深圳有着特殊的感情 深圳资深媒体人沈倩华 曾经在2005年 就经济特区发展与经验这一专题 对习近平做过面对面的采访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的专访 然后这个监报的稿件 我们感受特别深的来 就是习总书记对深圳有特别的感情 对深圳的情况也特别了解和熟悉 他一直非常关注和关心着深圳的发展 外界分析认为 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 几次重要讲话 已经传递出中国要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决心 在沈建华看来 习近平对改革早有深刻的认识 其中有几句话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比如说他说改革现行 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改革来解决 中国的发展最终还是要改革来推动 这是一句话 另外一个呢 他说到就是实践是解决真理的唯一标准 说实践之数长期 他如果理论不是对实践的归纳和总结 就不能知道实践 他特别提到了有两个有个成语啊 两次提到就说刻住求见 他不能刻住求见 虽然于时俱进 对实践的归纳和总结